如果是祖四之前 这样的决定自然是想都不用想 一定会有无数人反对 别的不说 就连让易灵天做祖四弟子的首席 不都受到了许多人的反对吗 但现在不一样了 血破风神珠认主了 易灵天不仅将家族至宝轮回兴时带了回来 还得到了他的认可 更是在前不久当着所有人的面 诛杀了天道宫两尊天神镜初期的长老 这样的战绩这样的功劳 做叶家的新任家主绝对没有任何的问题 就连一些心怀鬼胎的叶氏子弟 也都没表示多少 毕竟新的家主树立起来后 整个神国境内的叶氏族人都将聚集 这样一来覆灭叶家的计划也就更轻松了 叶自明扫了一眼 确认没有人反对后 便以道音传遍整个玲珑塔 让塔内的所有叶氏子弟都听了清楚 自今日起 叶灵天便为叶家沉沦万年后 踏上复兴之路的第一任家主 叶氏一脉所有子弟 上至老祖下至刚出生的婴儿 都将要无条件地听从 新任家族的命令 说完 叶自明率先转身 对着叶灵天躬身失礼 拜见家主 拜见家主 包塔九层之上 所有叶氏骨干借述行礼 齐声高鹤 叶臣自然也不例外 不过他在拜见的时候 还是提前给叶灵天传音了 因为他知道 以叶灵天的性格 必然不会接受自己这样的大礼 但这个时候 还不能暴露两人之间的情况 所以叶灵天只能规规矩矩地 受了这一礼 紧张而又不安 甚至身躯都在颤抖 诸位长者 灵天还年轻 叶家上下还需要各位齐心协力 当务之急 是需要我等想办法离开这里 脱离外面那些敌人的封锁和追踪 找个地方安心休养 恢复叶家的元气 灵天初来乍到 对于组内很多事物都不清楚 突围的事情 还希望几位老祖能多费心了 叶灵天一边抱权还礼 一边说道 我们叶家祖寺成功的事情 外界肯定已经得知了 这次我们想要脱困 恐怕比前几次会难上数倍啊 叶子更叹了口气道 不错 天道宫对我叶家 本就有着覆灭之意 家主刚刚在宝塔外 还斩杀了天道宫的两个强者 如今肯定会恼羞成怒 加倍对付了 叶雪晴也说道 总之 这次突围 我等必须多加小心 另外一名叶氏老人说道 叶子明见此声音微沉 表情凝重 我们都可以死 但家主不能出现任何意外 哪怕拼尽全力 也要将家主和轮回星石 一起送出去 师兄 是不是可以请抵运 叶子更忽然望着叶子明 询问道 听到他的话 在场的叶家众人 不禁都相互看了看 眼中透露着惊讶 抵运 这个词汇 对于一个家族而言 就意味着生死存亡 那是只有在家族 生死存亡最危急的关头时 才会动用的力量 在此之前 数次祖祀 哪怕失败了 面对天道宫 与神国其余势力的围追堵截 叶氏子弟流血无数 叶家也很少动用过家族抵运 原因其实很简单 并不是他们不想动用 而是不敢 家族抵运 以这万年来叶家的状态 那绝对是属于 用一次少一次的东西 谁也不知道 下一个万年的祖祀 会不会成功 若是冒昧动用的话 一旦祖祀迟迟不成功 那么用完了抵运之后的叶家 在真正王族灭种的时候 就再难有翻身之日了 所以对于底蕴的动用 是需要整个叶家 大部分人的意见的 并非是随便一个人就能决定 以往我们祖祀 四四失败 凭借着玲珑宝塔 屏蔽天机的功效 我们每次都勉强 用巨大的牺牲 来保留家族火种 但这次不一样了 祖祀成功了 叶家拥有轮回星石的事情 人尽皆知 只要给我们时间 叶家是有很大机会 可以恢复起来的 天道宫和神国 其他势力 不会坐视不理 他们肯定会下更大的功夫 来对付我们 说不定这个时候 绝业之地外面 已经是布下了天罗帝王 不论我们怎么分兵 怎么掩护重要人物 恐怕都难有奏效 所以 以往的突围方式并不合适 我们需要一股 绝对强大的力量 不能说直接碾压 外面的敌人 但绝对是要可以 震慑住大部分人的力量 这样 家主他们这些年轻小辈 才有机会逃走啊 叶子庚非常严肃地说道 这次祖祀 虽然他的亲传弟子 也谈主死了 可他这一脉挑选出来的精英 还保留了两人 这二人定然是要与叶灵天 一起送出去的 将来 这就是叶家的核心力量 所以哪怕是叶子鸣 那一脉的叶生还活着 叶子庚也放下了自己的小算板 认真为家族谋划了起来 而不是如前几次祖祀那样 各自都想着如何保命了 可以 我去请一位老祖宗出来 不论如何 要让老祖宗护着家主安全离开 你们其他人的意见呢 短暂的思量后 叶子鸣看向了其他的人 询问了一下 老祖 请底蕴吧 叶家复兴的希望已经出现 必须要保留出足够的活种 有分量的叶家老人都齐齐点头 叶族的底蕴被封印在 玲珑塔内的小结界中 按照几位老祖的说法 可以将那里当作是 玲珑塔的第十层 那里并不大 也没有什么陈设或者风景 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小结界 如果非要说特别的话 那就是这个小结界里面 灵气非常浓郁 堆满了各种可以聚集灵气的 天才地宝 甚至还有聚集天地灵气的法阵 整个小结界内 灵气浓郁的几乎化为液体 哪怕是站在外面 也能感受到那宛若仙境的舒畅气息 轻轻吸一口气 浑身毛孔都舒张开来 令人心旷神怡 如水一样化不开的阴晕灵气中 有三名形同枯稿的老人盘坐着 他们身上的服饰都非常古老 最老的那个人 甚至是数万年前的人物 甚至可能是远古时代的存在 见证了轮回之主 陨落和叶家兴衰的存在 三个老人气息几乎微弱到感知不到 闭目盘坐着宛如雕像 唯一能让人感到惊悚的 便是这三人身上那自动扩散出来的恐怖威压 天神境巅峰 还是更高 叶晨与叶灵天相互看了看 彼此的眼中都充斥着惊讶 了不得呀 我本以为叶少秋早就湮灭在了历史长河中 没想到竟然是自封了修为 化为了家族底蕴 叶晨脑海中 灵天剑神的话语传来 充满了惊叹 师父 这三个老前辈你认识 叶晨问道 另外两个不认识 但最右边那人 我却是很熟悉了 灵天剑神的声音带着几分回忆 感叹道 他可是当年大名鼎鼎的存在 一身天资傲骨 修炼速度惊人 一身虚天神灵术出神入化 同阶几乎难寻敌手啊 不多时 叶晨便从灵天剑神这里 得到了叶少秋的许多信息 叶少秋 无尽岁月前的盖带人节 身负特殊体质 虚天神体 少年成名 那时候轮回之主和叶家 是真正神国的巨无霸 甚至在上界和域外 都无人敢撼动 背靠着叶家这株大树 叶少秋的成长很顺利 一路崛起 战败了无数同代高手 最终打出了一个 虚天圣地的名头 不过天度英才这个词 并不是随便说说的 在叶少秋正直巅峰 外出游历时 身陷绝境 虽然最终脱困归来 可却留下了一身的伤势 尤其是最严重的道伤 几乎是无法治愈的 从那之后 叶少秋便销声匿迹了 一直到最后 人们都没有再见到 此人重新出现 与很多人一样 灵天见神 也以为此人 已经道伤不治作化了 没想到居然还活着 而且化身为了 叶族的底蕴之一 所谓的底蕴便是如此 家族宗门一代代传承下来 总会出现一些 精彩厌绝之辈 这些人里 有些会战死 有些会正常作化 但也有一些 会悄无声息地隐匿下来 自封修为 自封生机 让身体进入一种假死状态 这样可以让他们拥有 极其悠久的寿源 以后家族若遭遇了 什么大难强敌时 他们便可以在 最短的时间内被唤醒 发挥出最巅峰的战力 然后一战结束 不论输赢 都是死亡 是的 就是死亡 这样的人物 他们以假死的姿态 多活了无尽岁月 也许是几千年 也许是上万年 可一旦脱离假死状态 那么他们在发挥出 强大的力量后 生命技能就会迅速流逝 无法存世太久 岁月看不见摸不着 可却是最为恐怖 想要从他的手里抢走更多的时光 那么到头来 付出的代价也就越大 这也是为什么 底蕴会越来越少的原因 尤其是对于处于衰败期的势力而言 这样的底蕴至关重要 每一次都要用在刀刃上才行 在叶子明的带领下 众多叶氏弟子 开始参拜着三位老祖宗 三跪九寇之后 叶子明上前运转灵力 缓缓渡向了叶少秋老人 叶子明上前运转